一个来自台湾的品牌 风靡欧美亚70多个国家 根据波兰维电影描述 当外星人大举入侵地球时 发现地球拥有强大武力 前所未见 既然就不战而败 落荒而逃 原来是GMG 连外星人都害怕的高品质 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企业要成功 诚信一定要先建立 老板的诚信 一定要注入企业的文化里面 GMG的品质优良 曾获得全球票选最佳点强 廖英熙董事长非常重视研发 一项自行设计开发新产品 取得多国专利 在找台湾各领域最顶尖的厂商 加工之后 回到GMG厂里组装 当你的玩具枪 做到很高阶很耐用 而且很精准 来做世界杯的比赛 当我们这些都达到了 我们可以进阶到信念枪 目前我们的器材 在美国西联金校有使用 在瑞士警察也有使用 当然还有其他没有曝光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秘密武器 都即将推出 在台湾要拍一支商业宣传短片 动辄百万 廖董事长运用产品的特殊优势 举办全球竞赛 参赛者必须拿着GNG品牌的枪 拍照或制作为电影来投稿 借力实力和粉丝互动 来自各国的作品 在服装场景上都非常到位 冠军奖金一万美金 就达到低成本高品质 又高效益的成果 那我们在用这个投稿的照片 素材来做很优质的目录 海报 宣传物 商业微电影比赛 那我们就网络要选 扩大它的一个宣传效应 巴斯这个小组 远远来帮我们拍 GNG为电影 欧罗斯人竟然那么热心 拿着我们的枪 还有看到我们的GNG的备张 两斤对战 然后整个 你会觉得说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非常感动啊 还有很多很多国家的参与 在2015年以来 举办世界杯极限射击总决赛 是独步全球制射击运动创举 每两年在台湾举办 成功吸引来自日本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加拿大 意大利 南美等等 20多个国家的高手参赛 并且邀请各国电子 及平面媒体来台报导 以运动行销拓展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自立选手第二届拿到冠军了 他现场做直播 对国内直播 他回到他的国家 新闻单位 报纸也去访问他了 第三届是邀请25个国家的选手 来台湾比赛 带他们进入总统府参观 跟副总统拍照 那个宣传效果更大 慢慢的几年下来 我们可以把它推成一个 很大很大规模的一个国际比赛 由台湾来主办 当现场升上台湾的国旗 没有人可以反对 六董事长非常重视售后服务 最多是其曾提供中 英 法 日 俄语 西班牙语等六国语言 直接服务全球终端消费者 华国人曾经说他有一支枪枪身断掉了 我们就相信他 然后就寄一支给他 还寄上了我们的背章 还寄上了我们的帽子 秀他的名字 结果第一个惊讶 他用话语来沟通竟然 既然有话语的人可以跟他对话 第二个惊讶 我们竟然相信他 我们愿意免费的送他一个 第三个惊喜 他竟然十天就收到了 变成我的很有力的行销人员 G&G占了 他就不断的帮G&G宣传 哇不一样 这是观念 对吧 借费还是输 就不用借 那价格我一直在推动的就 指引 你要把中间的波隙拿掉 品质价格行销跟服务 四个轮子一定要均衡到位 这个车子才有办法开到全世界 廖董事长甚至举办国旗摄影比赛 当照片中的国旗出现在玉山亭上 出现在台湾海峡 一股爱国的警操油然而生 廖董事长有三个宏愿 不断到处宣扬 希望能引起政府及有利人士相助 第一个宏愿 全民经济藏富于民 台湾的产品 用有一流的品质 却只能赚取微薄的代工费 若能成立T22团队 由台湾22线市 农会 渔会 工会 商会 协会 推荐最有竞争力的厂商或品牌 组成海外特工队 到国外成立MIT馆 打团体战 MIT馆后面有那个 Shopping Mall Wailhouse 上面有电商 是卖产品是有感情的 你只要第一次来买了 吃了 结果说这个产品是有品质的 有诚信的 台湾的 那他下次不一定要开车来 他在网路上就可以跟我 这样的一个深圳不行 如果我们有了8000个品项 一个品项出125块 每一个礼拜 有100万的宣传费用 100万可以用多少个 冬仔米糕 蚝蜜蜜蜜 或是珍珠奶茶 让消费者来排队吃免惠 这个免食的材料 你在卖场里面都买得到 看到现场 竟然有那么多的台湾 做出来的好的产品 而且又那么便宜 因为我们的产品100块 报价 成本90块 很多是可以卖到400 500 我们有能量 来吸引更多的粉丝 可以 所以老外也会被我们的华侨带进来 带进来他会爱上 如果这些人都申请会员证 因为你会员证才有办法打折 卖六折七折 当你的会员证一申请下来 这是和华的大树 你从这边来 台湾要办什么 小妈做 也可以透这个量的主动出击 也可以异类整合 空机位 我们可以用会员价 快速把它卖掉 不仅把利润回馈给当地会员 降低生活费用30%以上 还能提高台湾厂商的收益 这是最佳的全民经济模式 第二个宏愿 全民外交藏心于民 几乎来到台湾的外国人 都会被台湾的美食 人情味 以及保存丰富的传统文化所误获 那么MIT馆建立后 馆内可以设立 外贸协会资商平台 小型展览馆 华侨俱乐部 留学生联谊会 美食餐厅 大家相互协助 全民都能为外交尽一份心力 MIT馆 国土的人生 里面假日 或是过年 我们人流人筛 插上我们的国旗 没有人可以反对 那我们如果假设有一百个点 我们一百个点 巡回 每一个礼拜 做一个巡转 一百个礼拜以后 每一个都转了一千 那我们的美食 很多的文化 就透过这样子 到全世界 让这些人 慕名而来到台湾来 看到台湾 建设一个 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人文嘛 美食嘛 治安嘛 交通啊 购物都很方便 那有机会 他们会留下来 我们还有很多 可以吸引 国外很多 协有专场 高科技的 那些高阶的 技术人员 留在台湾啦 当台湾成为一个国际岛 两岸的问题 就能以国际力量 来确保台湾的 自由稳定发展 再加上廖董事长的 第三个宏愿 全民国防 藏力于民 中共军机不断骚扰台海 以军事演习 威胁台湾 我们应该更加意识到 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在正确的观念教育 安全指导下的设计运动 结合心肺耐力 激励训练 团队合作 是非常好的 国防运动项目之一 如果政府大力推广 应该有一个20万的粉丝进来 会玩枪 必要的时候 这个都是可以支援军方 把玩枪的人纳入 正规的一个信念单位 然后让他有进阶 分成四个阶段 如果他是一个良民 又每一个阶段 他都会符合完成任务 我们会受接给他 譬如说特等射手 优良射手 然后实际成熟了 通过了很多的关卡 讨核没问题了 我们再请他进入到 国防部掌控的射击场 去做附会 真枪实弹的一个 衔接净念 全民国防就可以到位 把快过期的弹药 用在民间的训练 民众能省钱 国防部又可以有额外的收入 是双赢的好事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后置全民经济实力 服以全民外交 再以全民国防保家为国 我们可以看见 台湾的未来 无限美好 台湾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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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